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赚钱的这个话题哈 在英国怎么能够实现名成本留学 怎么省掉里的生活费 住宿费甚至学费呢 那孟颖身边就是有学生真的成功的实现了 在英国本科留学三年 他是没有花一分钱 甚至还命赚了20千哈 我们今天将来讲一讲到底他是怎么做的吧 在英国的朋友们肯定对以防养学这个概念不会太陌生哈 那到底什么是以防养学 那这个就是比如你在伦敦买一个two bedroom 那你可以自己住一间房子 你把另外一个房间租出去 那如果说你有钱的话 你可以买free bedroom even four bedroom 你把其他的房间租住出去 那你在英国留学的这个期间 你自己是有一个住宿的地方 同时你还有一笔可观的租金的收入 大家可以知道哈 英国每年平均租金是3.8% 所以相当于你的这个3.8% 然后你买房的interest rates只有1到2个点啊 相当于你把房子出租出去是完全可以cover掉你的这个按揭款的 那这个租金除了cover里的按揭款 他还可以付掉里部分的收获费 然后与此同时你在房子住的三年的期间房子的价值它也是会上升的啊 像木尹之前嗯在cannerwolf买了一个小的studio 然后我这个房子在一连半的时间就上升了100千哈 将近八九十万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你要住三年那你房子的这个身价它也是可以帮助你去付你的学费的 这样子就完美的你买一套房以防养学既可以cover你的房租你的生活费 甚至说你的学费都是能够被cover的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好哈 那我们现在光屏幕里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 我把我们学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现在这个学员哈拿下主要投行某一所的offer 现在又把房子换到了cannytown 它现在就一个两居室把一间房子租出去然后自己住一间 然后出租出去的那个房子轻松的可以cover它的按揭 与此同时他在投行工作每个月到手都有三四万人民币的工资 生活可谓是非常的滋润哈 那我们来讲一下他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是怎么在英国本科期间以防养学的呢 他当时是在伦敦买了一个two bedroom的一个公寓 然后他自己是ucl大学的 在他买房的这个期间他那一个出租去的那个房间出租了15000 那三年的话就是45000租金的佣金 同时他整个房子从450千三年之后涨到了650千 然后这一个房子的升值也升了200千 所以总计哈他三年期间在英国留学赚了光房子赚了245千 那就是200多万的一个被动收入 我们再来算一下他的一个开销吧 他学费的话在伦敦差不多是30千到40千一年 那我们以40千来计算三年就是120千 那他的房租呢因为他自己的房子所以他不用付房租 但是他如果正常他要自己就是在伦敦生活的话 他至少一年也得付15千的房租乘以三年就是45千 那他的生活费的话也得差不多15千一年 至少15的20千一年 那三年的话就是一个60千的生活开销 总计他的开销是225千 刚刚我们算了他凭房子已经赚了245千 再减去225千的开销 那他最后拖我的三年在英国留学还赚了2万英镑 将近18万人民币这样子 我通过第一个房子的购买经验 赚了差不多100千英镑之后 我现在也在看一下投资的机会 所以我今天那一家位于Kentner Wolf的房屋代理商 City Wolf英臣之夜 邀请到了一个新开的楼盘 Popular Riverside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吧 Popular Riverside位于东边三大核心区域的中间 南边有新金融城Kentner Wolf 里面有各种银行资广公司的企业 像JP Morgan Morgan Stanley Voyager Bank UBS HSBC 等等 他的北边有Stratford City 那边有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Westfield 中边有伦敦第三大金融城 也就是亚洲工业园区 搭到这三个区域的距离 自行车都仅十几分钟 非常适合伦敦经理们的居住 同时这个开发商是Tower Helmet最大的 regeneration中心 在未来的几年内他会提供超2800个公寓 在这些楼盘里面 他有近20项的一些facilities 比如说游泳池 桑纳房 公共商业办公区域 电影院等等 他们的物业费也是非常reasonable的 相当于自己 我在Kentner Wolf的物业费 大概是9英镑 square feet 每英尺 但是这里的话 它仅要3.5英镑每英尺 然后这里的房子 相比于金丝雀码头的话 我家附近的tube bedroom 至少是一个million英镑以上的 那poppin的repside 离我家 Kentner Wolf 走路近20分钟的距离 骑自行车 近10分钟的距离 它的tube bedroom 我刚刚打听到 只要55万英镑起 哈 那我们抓紧时间吧 这个以防养学的机会 真的是非常非常利好 如果说我之前有这个awareness的话 有这个认知的话 说不定我也会叫我父母 来帮我投资 啊 就的确是哈 我毕业之后 第一套房子的首付 也是由我父母帮助的 然后如果这个钱 他们能够提前 在我来英国读本科的时候 就投资的话 那说不定我还可以省掉 生活费 房租和学费呢 好 如果说你们的这个房子 感兴趣的话 请在评论区 评论下 或者说直接私信梦颖 听我们合作商 英国中介 英诚之夜说 梦颖的粉丝们下单的话 可以额外的赠送一个iPhone13哦 如果说你们喜欢相关的 讲英国的理财 讲房产 还有吃穿住行的 话题的话 请一定要给我评论哦 那我们还是节目再见 See you guys next time Have a good day Bye guys